说起我们现代人的晚餐可谓是五花八门 有些人大鱼大肉 有些人干脆什么都不吃 下面就为大家盘点关于晚餐的三个雷区 第一 索性不吃晚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晚饭不吃 我们晚上会明显感觉到饥饿 很多人会饿得睡不着 身体也会得不到正常的休息 时间长了还会增加肺溃疡 胃炎的发病风险 第二 吃饭太晚 研究发现 经常吃夜宵或晚饭吃的太晚 都会增加胃的负担 另外 太晚吃饭 吃完一般都会洗刷躺在床上休息 这样热量过剩转化为脂肪 容易导致体重增加 第三 晚饭吃的太饱 一般晚饭所需要的能量 不要超过全天膳食总量的30% 如果长期晚饭吃的太饱 容易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这三个关于晚饭的误区 你又没有饭呢